原调题 这一仗被对手看到骨子里 暴涨恶灵营威至今不灭 发生在1894年的这一场中日甲午海战 如果我们赢了 不仅朝鲜半岛 可以保全在大清朝庇护之下 我国东北也没有那么多事 日子的军事 日本则至少会乖乖的短时间内 不敢轻举妄动 这一期善怕恶的恶灵 怎么也不敢这么快推进 它占据满洲之间中华的石吞象计划 台湾不会有事 八国连决也不会这么猖狂 钓鱼岛也不会有事 进入20世纪以来 中华民族所承受的巨大战祸 似乎可以减轻很多 但历史不可能有假设 我们有侠将其搬出来分析和假想 无疑仅仅是出于对史时的敬重 以及它影响至今的恶灵盈威 这场发生在1894年9月17日的中日海战 以号称世界第八的东国北梁水师侠路相逢世界 排名第11位的日本海军 在战术上 两军相向开进即将交锋时刻 舰长的刘不禅突然下令将猿人自行舰队 导致主力战舰定远号和镇远号 由前锋变成后卫 致使原位于两翼相对弱小的黄炳号 广甲号等战舰 完全暴露在日军主力战舰之下 日军抓住这一瞬间出现的战机趁时攻击 北梁水师舰队顿时乱仰阵脚 独立战舰定远号 遭日舰先发制人的集中攻击 在孤立无援被于雷挺偷袭搁浅后 击毁日本第九号于雷挺 这也是甲武海战中击沉日本的唯一军舰 刘不禅经过海军学校毕业 学习成绩 在同批次学员中排名上等 且对莎士比亚戏剧颇有研究 具如将风范 所以当时的海军提督遂为丁如昌 这位骑兵出生的战将 自知不如有不缠 将舰队的实际指挥权交于他 由于舰队整体技术不精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舰 伟扬水师发出的第一炮 竟奇葩似的命中了自己的指挥舰 丁如昌受伤坠落指挥台 不再参与舰队指挥 加之日舰炮弹之精准 北洋水师遇雷 发射失力未能抓住有效战机 致使受伤的西京丸浩得以顺利逃脱 北洋水师一开始便陷入被动 双方击战五小时至下午近六时 日军恐天黑不力首先脱离战场 至此 北洋水师损失五艘战舰 伤亡官兵一千余人 日军包括主力战舰及野号在内的五艘战舰受损严重 伤亡六百余人 经此一战 日本将号称世界第八的大清海军及他的政府看到骨子里去了 北洋水师的雄心壮志也一落先丈 日军完全控制了治海权 一场增兵朝鲜的支援战 顿时搞成了遭遇战 而对日军来讲 这又明显是一场伏击战 从实力上分析 北洋水师共有火炮一百九十五门 而日军则为六百二十八门 不及日本 从技术上分析 北洋水师的鱼雷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舰队指挥不力的 证明北洋水师既不如人 排除这两项硬舰 丁如昌作舰被自己炮弹击中 导致这一个碑里红章视为精神领袖的提督 受伤 没有更好的与刘不禅指挥舰队 是否也是本次战败的主因 当然还有戴戏丘 但他对整个战局的两点影响 却不容置疑 首先 这一乌龙炮与舰队队形的 突然调整致使北洋水师处于更加慌乱的阵脚中 战力发挥大打折扣 二是 手炮命中自己的指挥舰 精神领袖的魅力轰然倒塌 手炮不力影响官兵斗志 到后面 北洋水师更是消极备战 日军则情绪高涨 大肆向我海江浸泛 迅速占领吕顺 残暴的日军在吕顺进行了维西四天三夜的大屠杀 整个县城仅三十六人幸免于难 恶灵的淫威暴露无疑 却远没有结束 这就不难理解 北洋水师主力战舰定远号的残骸 后被骄横的日军托至本土作纪念 是在向全世界宣使明智维新后的淫威和实力 是机遇扩张和侵略前的挑衅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